Netflix原创电视剧《鱿鱼游戏》 近日在全球热议后 剧中饰演女主角的演员兼模特儿郑浩妍 正好是Blackpink Jennie很好的闺蜜 因为两人的好交情 Jennie前往鱿鱼游戏的拍摄现场 贴心送上应援咖啡车 而且 Jennie的名字还与男主角里正在有关联 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赶快一起来看看 首先要了解 Jennie的名字 为何会跟李正仔有关系 就要将时间点拉回到 Jennie出生前的年代 李正仔于1993年已拍摄广告及电视剧出道 1995年因热门作品《沙漏情人》而声名大噪 当时他在《沙漏情人》中饰演的是女主角的保镖 白在西一角 当年因为他才刚出道不久 演技几乎没有台词 观众们就像影子一样 默默地守着李正仔饰演的角色 他在剧中的剑道石里 拯救陷入危险中女主角的模样 高大帅气的外貌 加上他那结实的肌肉 直到故事结尾 为了救女主角 最后不惜为他牺牲的演技 让当年不少年轻女性为他着迷 进而成为他的粉丝 为什么要讲述这则故事呢 因为 Jennie的母亲 就是那群年轻女粉丝的其中一位 Jennie的母亲正是李正仔的忠实粉丝 所以他的母亲曾经想过 如果自己生了孩子 想为孩子取名为当年李正仔 在剧中饰演角色的名字 再希 但母亲得知孩子是女儿后 把名字改为和再希 发音差不多的 Jennie Jennie因为听起来像英文 还经常被误认为是外国人 但这个名字 其实就是 Jennie的本名 Jennie因为好友正好言 为由于游戏所有剧组演员 及工作人员送上应援咖啡车时 也在拍摄现场见到李正仔前辈 还告诉他自己的母亲是您的忠实粉丝 而 Jennie也在相似的时间点出演综艺认识的哥哥 在节目中透露 因为自己的母亲喜欢李正仔前辈 才有了 Jennie这个名字的故事 李正仔在由于游戏拍摄现场 第一次见到Blackpink的 Jennie 也表示很神奇 虽然平时不是Blackpink的忠实粉丝 但是当时正好Blackpink推出纪录片 李正仔看了该纪录片的预告时 感叹他们通过不断的努力 可以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诞生Blackpink 进而成为世界第一女团 李正仔某次在接受Netflix官方采访时 被问到最喜欢Netflix的作品是哪部 他马上写下Blackpink的纪录片 李正仔仿佛变成了Blackpink的粉丝 粉丝们表示 Jennie妈妈肯定很开心 托女儿的服务让李正仔知道Jennie妈妈的存在 李正仔居然成了Jennie的粉丝 妈妈应该感到很欣慰吧 以上等反应 以上是今天的三分钟K报